當時我們1934年這間房子建起來之後 同時成立了一個王室中親會 就是他們姓王的 我們剛才講非常團結 然後他們姓王的就在這張桌子上面 成立了王室中親會 然後就是安息那邊有人要來這邊大道城打拚的時候 新芳春茶行都變成一個暫時的這個算是庇護所啦 你在這邊就是生活啊或站錯啊 然後在外面找到新的事業或新的工作 當然就可以搬出去了 所以他們其實安息人還蠻團結的這樣子 對 那我們可以再往前面去看 後面應該講後面 對 好 那 這邊就有很多 這邊有一些照片都是那個 那個王連合先生的 像這個也是王連合先生 就是第二代的 他其實很多照片 他還蠻喜歡照相的 這個我比較不清楚不好意思 對 因為這有些是他們的收藏 不是那個第三代人嗎 應該是吧 應該是 因為大概 因為經營茶就經營到他們第三代 後面就覺得沒什麼 OK 所以你知道 你到底要寫這個字 稱 這個 方色哪 其實他主要是要寫方色方色 方色 方色可能要看他們那個修復的 這個應該有什麼 好 這方式是有新的 方式是有春葉是吧 這代表出的色 代表新的色 代表新的色 特替 特曠 百分佛 說